张萌流产休息一周继续拍戏被粉丝赞尽夜,杨颖又意外躺枪反术悠悠闲云,就如今的娱乐圈来说,演员本身是种工作,但是如今但凡是混娱乐圈,哪怕是在18线,都开始被统称为明星,包括不少演员连自称都开始变成我们这些明星。 既然都是明星,演员上好像和常人就开始有了距离,甚至同样的演员在普通人那里是负能量,而在明星那就变成正能量,比如说未婚先孕,就寻常人家的女孩子来说,未婚先孕会让家人都跟着忙休,绝对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,但是娱乐圈的明星就可以,不但可以未婚先孕,也可以未婚生子, 甚至不少明星的讽词成婚,都被形容成双喜临门,未婚同居就哥哥普遍了,娱乐圈公开的没公开的情侣们同居,简直不要太普遍。 既然在娱乐圈很多普通人眼里想要约束的言行,明星们可以无所谓,所以曾经那些认为的道德上的问题,开始在娱乐圈广泛的忽略不说。 可能对于未婚先孕未婚同居,有些单身的明星还会羡慕其度恨,这个大约就是明星和普通老百姓最大的区别。 近日,有位女演员,就是因为新戏上演之后,戏里的片线被黑,说其连种应该是和整容有关,经纪人坐不住了,网上发长文会应该女演员她戏时发生的状况,通篇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很明确。 那就是,娱乐圈的女演员比男演员们更辛苦,付出的更多,其实就经济人的。 回应来说,没必要弄得这么长,几句话就能表达了,那就是演员张芒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已经怀孕,拍戏的高强度之下流产了。 但是,张芒却只请了一周的假的继续拍戏,张芒也把怀孕流产,隐瞒到整部戏杀青,脸种的原因就是这样,于是粉丝们也是各种的心疼和点赞,赞张芒太拼,太敬业,粉丝们眼里,这样的女演员应该是难得到,可以得到娱乐圈敬业大奖。 所以,面对被黑,自然都觉得黑子和键盘侠们太可恶,本丝赞张芒镜也没毛病。 但是有粉丝却把阳影又给扯了出来,想起了某个来姨妈就不下水的综艺女子汉王比,学学人家的敬业精神。 不过有孩子老还是可以协商的吗?不口图,也是可以显拍不危险的场景吗? 只是有网友觉得,怎么说孩子都是一条生命,不谈进不进现,我觉得宝宝更重要吧? 这不是什么让人尊敬,甚至效仿的事儿,每个宝宝都是礼物,早知道现在的女孩子怀孕多不容易啊,知道自己怀孕还不注意保护,就是对这个未出世宝宝的不负责。 就网友们来说也很客观了,自己的身体都不顾,以至于小宝宝都没了,很遗憾,也很不值得宣扬娱乐圈,不要偷图,也不要这种傻听,状态不好,对自己不负责,对观众也不负责。 在刚进剧组知道自己有宝宝的情况下,瞒着全剧组在沙漠拍戏,最后宝宝没了,恕我直言这并不是敬业,是对宝宝的不负责。 如果跟,剧组说我相信剧组会理解理的,苏南并不是非他演不可,就目前来看他演的苏南真的是一言难尽,当然了,就着梦这些事,有人也觉得就是炒作,演得的不好就是不好,不需要找客观理由,本思们是不乐意了。 有说到杨颖,总比某宝贝杨颖强吧,烂骗出来了,就已怀孕怕热吃苦做挡箭牌,大量使用替身跟后期抠图,把千万却一分不少拿张芒又不是张芒,他有什么好洗白的,一个老板娘能这么听? 可以啦,总之网友和粉丝们的对张芒流产休息时间过短也是热意不短,只是杨颖这次躺枪躺得好像有点烟。